Chef Ben今天我们不如打破我们零食月份最新的吧 咱们印度菜的成绩那么好 怎么打破啊 就是要介绍一个比印度菜更加不知名的菜 中农菜还是很有名的 只是你无知而已 没有 所以我就说嘛 你就是那十分之一点进来的那个观众 十分之一 我没关系 你是说我这个视频只会有十个人看吗 十个人只有一个人会点进这个视频 所以恭喜你 你点进来了 这家名字叫Anna还是Anna 我的发音不好 我之前在统一广场的时候看到了一家中冬菜 后来他就换到这个位置上 终于有机会来试一下了 这个在Steveston 鱼园码头 也就是在那个土豪披萨店的企业对面 对了 他好像是把一个小房子改成一家店了 他整个环境看起来很干净明亮 不过他的菜单还是跟其他这些中冬菜一样 看不懂 不过一般来说 像这类中冬餐厅的话 羊肉肯定是首选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推荐鸡肉 牛肉我觉得是次样的 这你就不要问他说有没有猪肉了 他绝对打你一巴掌 Chef Van点了一个前菜 就hummus就是把那个鹰嘴豆加上大蒜 柠檬 一些香料打成泥而已 这是一个很好的那种点面包的料 他面包用的是flatbread 类似那种接近披萨的那种底 摇上去 我觉得蛮适合亚洲人口味的 因为假如说面包太硬的话反而可能不适合亚洲人 除了hummus以外还有茄子 我觉得茄子应该可以推荐的 不过我没点 不想点太多了 免得像早茶店一样 我吃了他那个羊鲜 手冰了你 lambshank 他那个炖的很软烂 你知道吗 你看 我都不用刀的了 勺子跟叉子它就分开了 我觉得那个好丰富啊 还有沙拉在上面 也其实中冬沙拉都蛮好玩的 他的那个酱是酸奶做的嘛 所以酸甜甜的感觉 然后他那个饭 我用了葵香做的 是新鲜的葵香 香料味很重 单吃可能怪怪的 但是他跟羊肉组合在一起是 有一种层次在那里 但我喜欢你那个酱哦 不要看他以为黑色很难吃 其实他味道还是不错的 第一口吃下去 那个惊艳度还是蛮足的 因为他挺浓的 我觉得他那个酱 他那个酱他是用番石柳再混上壳桃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黑色的 还有一个东西 不知道什么 我不太记得了 我反而觉得他里面肉没什么味道 鸡肉没什么味道 对 不是很配 因为他那个肉里面是白色的嘛 而且好干啊 他那个饭嘛 对吧 我觉得吃着吃着越来越像切断的米粉 我不知道北饭啦 广东人应该是习惯不了的 我吃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太浓了 我都一直狂喝水 上面黄色那些 它就是饭红花煮的米而已 还是饭来的 中东菜啊 我觉得饭量太大了 你不觉得吗 我今天吃虽然瓦的话 他那个盘子是比这个大多三分一 然后装到满满的 就很满的沙拉 然后很多饭 然后再加上两串烤肉 我吃了一半就开始饱了 硬吃才吃完它 不过也可以考虑试下树了 树应该也不错的 不过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可惜他好像没有那个 可怕 可怕是什么 就是那种烤肉嘛 但他好像说这周没有 一直要到下一个周六才有 我发视频的时候应该是有的 毕竟我们现在视频还是严重delay了两个月 改革 穿过鞋 其实在温哥华这个multicultural的地方 对吧 不同餐厅也是不错的 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人移民来这里居住 这家店味道绝对不差 如果想试一下中动态什么的话 其实很推荐 至于正不正宗 其实说句话 管它的好吃就行了 其实我们价格也不贵吧 就人均20多 蛮surprise的 我在温哥码头的地方开了店 他就没有把它涨到那么高 希望他也能做好生意 以后回来都能看见他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要是喜欢的同学 请告诉他们订阅Cosipan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